我国疫情连日创新高 马大专家估计接下来的两周会更严重 国民政府是否会落实全面封锁 首相与部长暂时没有动静 疫苗捐赠风波越演越烈 有没有代写信件成了罗生门 记得守住5月21号的百合大事记 晚上好 我是思雨 新闻一开始来关注大马疫情数据 我国连续三天的确诊数都维持在六字头 今天新增6493宗确诊病例 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达到498795宗 马大流行病学家阿旺布吉巴教授披露 确诊病例暴增只是细腻波疫情的开始 相信来临两周的情况或许会更糟糕 他指出胎灾节刚结束 现在被检测的病例都是家节前软疫的案例 有可能会出现开灾节期间违反SOP而爆发的感染群 教授还表示 卫生部在今年1月13号发出指示 减少密切接触者的检测次数 将导致大马的检测率以及阳性病例的比例 超过世界卫生组织所建议的5%确诊率 而目前我国缺乏人手应对冠病疫情 情况并不乐观 我国疫情连日创新高 到底是否落实全面行管令 大家等待了一天还是没有结果 慕尤丁今天一早有两场会议 包括与中国总理李克强的视讯会议 另外一场是跟贸工部长阿兹敏 一同与工商界代表进行视讯会议 到了下午 慕尤丁主持国家安全理事会 讨论和决定是否落实全面封锁行管令 不过首相慕尤丁和高级部长伊斯麦沙比利 都没有任何宣布 落实全面封锁MCO与否 看来我们还得继续等待 换个焦点 房长伊斯麦沙比利昨天宣布 全马六州二十六区落实加强行动管制令 今早伊宝和太平多个地区的巴萨 还出现抢购潮 堪比农历新年 但在这里我们也告诉你 就算霹雳四区落实EMCO 还是允许一人外出采购必需品 小贩也会如常营业 因此不必恐慌抢购物资 霹雳州贸销局长赛夫力瞻保证 当局将确保市场上的日常必需品 供应量充足 同时贸销局提醒商家 不要在EMCO期间随意调账物价 囤积统治品 展示令人混淆的价格牌或骗称等等 否则将会受到严厉兑付 另一方面 科学工艺及革新部长凯里日前指出 宾州政府疫苗捐赠献议是骗局引起各方认议 当中致称是疫苗捐献人的杨志光 告诉马来邮报 捐赠献议信函是由宾州行动党代写 但宾州首长朝官有今天严正驳次这项指控 并针对疫苗捐赠献议道歉 他指出行动党代写有关信函是严重且毫无根据的指控 为此火箭已向警局报案 此外 朝官有强调 宾州政府无意与任何一方对峙 包括联邦政府 当局的主要目的是尽快获取额外的疫苗 确保疫苗接种速度加快 保护人民性命以及拯救宾州经济 朝官有透露 宾州政府已经致函凯里再次向联邦政府申请 向国内疑惑批准的疫苗公司直接购买疫苗 希望联邦政府做出正面回应 俄州政府再次承诺将抛开政治分歧 全力对抗冠病疫情 另一方面 沙巴警察总监哈扎尼证实 警方已介入此事 今早已向杨志光录口供 但他不愿意透露警方是否会逮捕对方 我国再有一名政治人物被揭发涉嫌 违反防疫标准作业程序 这一次是雪州行政议员伯瀚与家人群聚 欢庆开灾节 照片显示 雪州行政议员伯瀚在家中与家人一起庆祝开灾节 人数有将近15人之多 警方接获投报后已经开档调查 不过当事人伯瀚今天在联署上向大众致歉 表示愿意会对此事负责 并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工作 伯瀚说他感到十分后悔 承诺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希望各界能原谅他 换个雕点来关注国际新闻 全球仍被冠病疫情笼罩 变种病毒是否会影响疫苗的有效性 还有待进一步观察研究 但是冠病疫情到底什么时候会结束呢 中国工程院士钟南山就认为 人们或许需要定期接种冠病疫苗 预防冠病 但鉴于目前多国出现变种病毒 具体发展还得持续观望 如果冠病病毒对人类健康的影响逐渐降低 那么冠病就有可能长期与人类共存 最后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会 本期百个大事迹是由泰海学院与大学荣誉呈现 5月22、29、17、30号是泰海虚拟开放日 详情可浏览www.taylist.edu.mine